9月17日,第12届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会论坛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论坛以汇聚智慧共识,共会合作发展愿景为主题,设置新时代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东盟产业合作的影响等议题,来自中国与东盟高校、研究机构、企业的专家代表200余人参加论坛。 中国国务院参事事副主任张彦通在会上表示,世界经济正受到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义等多重威胁,中国同东盟国家都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处于经济下行压力和增长动力相互胶着的状态,中国和东盟应积极做行动派,打造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张彦通称,根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东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东盟进出口贸易额达2918.5亿美元,同比增长4.2%,截至2018年底,中国和东盟双向累积投资额达2057.1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15年间增长22倍。 四十正义,中国和东盟国家经收组了全球经济增速状态,贸易保护理台主,东美贸易国产的考验,促进了双方共同的发展。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副院长宋春奔表示,在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对多边主义发起威胁的背景下, 中国和东盟需要加强社科方面的沟通合作,携手对现有的跨区域、次区域倡议加以利用和协同,以支持经济增长,对区域内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近期发布新设六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其中,广西自贸试验区提出了打造对东盟合作先行先市示范区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广西郑族自治区副主席黄俊华表示,广西期待与东盟共同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在自贸区内加大于东盟国家在国际贸易、物流供应链、电子信息、金融服务、跨境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促使高标准、高质量的自贸区建设红利,汇集更多东盟国家。